店门口的人形倒黄色区域有一道深深的裂痕 没多久竟然就从这个裂痕断掉 整个路面往下凹陷 呈现了一个V字形 停在这边的两台机车车头往下坠落 整台车都倾斜卡住真的是吓死人 路面塌陷破碎的水泥块压坏自来水管 当下还冒出了一个小喷泉 8月31日早上9点多 云林斗六文化路上 这间房仲店门口的路面突然一声就塌陷 不止里面一堆房仲吓到 旁边的诊所对面的早餐店 大家都听到巨响 还好当下没有人走过无人受伤 路面塌陷范围长约7米 宽4米有1.5米深 斗六事工所获罢后立刻派人到场处理 也请厂商在周边拉起了封锁线 放三角追就怕有人没注意 会不小心摘下去 更令人好奇的是 如果是地基掏空 怎么会只有这块区域坍塌呢 原来这路面底下是农田水利沟渠 早期地主自行用水泥加盖铺设 所以总共有两层 历经了50年 加上车辆反复重压 又有台风地震 年久失修沉重不足 被砸坏的自然水管抢修 大约只花一小时就恢复供水 但无辜遭殃的两台机车 想要申请国赔的话 车主还得自行减负证据 倒是公所会协助处理 由于农田水利沟是农水书馆 道路全则是县府跟公所 后续该怎么修复 兼顾行人安全 相关单位都还要在会刊研议 董三雄王福安张成员在云林的采访报道